江云生终于被diss了 自从此前Lap House门派价格高达700元 江云生一直被网友批评 帕克特此前甚至也在中国车上对方对决演唱的歌曲 这也是个rap中Q的这件事 同时江云生也被很多人诟病出的歌越来越蓝 并且江云生还是说上圈的饭店头子之一 但江云生本人似乎对此不以为意 前段时间甚至公开回应过门票问题 近期前第280年里广州战冠军鬼舍与白蜘蛛更是直接开火帝江云生 两人分别在歌曲中对江云生进行了质问与批评 包括江云生此前在新歌中表示 不是节目给自己热度 是自己成为热度本身 以及很多人说江云生靠黑发来大树赚钱 但江云生表示自己就是大树本身 而对江云生这种狂妄的发言 很多说唱听众都不满 并表示江云生目前的能力似乎还并不足以说这些大话 而此次鬼舍与白蜘蛛弟子江云生后 很多人表示终于有人diss江云生了 值得一提的是 此前江云生diss盖闹得废话洋洋 而现在江云生的身份失误也转换过去了 部分人甚至开玩笑的表示 真不知道当初江云生有什么资格去diss盖 而在此次地的江云生的歌曲中 也再次谈到了门票价格问题 比如说到油松门票都只卖200 你江云生为什么要卖2009